欢迎收看PippleWebcast Pipple公民新闻平台与全台湾有新闻传播相关科系的学校合作 成立校园采访中心 每个学期我们会举办一次的校园总编辑会议 邀请各校的代表齐聚公事 进行各校采访报道的经验分享 这一次的总编辑会议一共有16所学校参与 大家齐聚公事进行简报并且互动交流 第23届校园采访中心总编辑会议 11月22号在公共电视举办 集结16所传播科系的总编辑 分别带来一则三分钟的竞赛影片 依照议题性、叙事结构、影音技术相互评比 在这场竞赛中角逐交流 选出前三名以及佳作的影片 我们恭喜一手同学 一手不简单 他们是联装 上次今年5月的总编辑会议也是他们的第一名 时间来到下午 各校总编辑上台介绍校内新闻的产制模式 以及分享采访经验 因为我们的东西很多元 就是没有被局限在哪一个 我这位大量电视台的代表来参与本次的会议 我真的觉得受益非常良多 然后很棒 就是能听到各校对我们的一些建议与回馈 都会成为未来我们新闻产制上的一些动力 跟一些借鉴 然后在测试各校的带来的作品当中 看到许多各种不同的面向 那也会成为未来我们做新闻 当一个更好的新闻工作者 最后同学们来到摄影棚内 参观公民新闻报的录影现场 并亲自上场体验当主播 播报自己的新闻 短短一天的总编辑会议 让各校同学都获益良多 其实呢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PayPal的总编辑会议 那以往就是以这一次和上一次的经验来说 其实我觉得参加总编辑会议能够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 我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比较自己的影片 还有别人的影片有什么不足 那比方说就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静怡大学的也一个艺术治疗的活动的影片这样子 那这个影片内容其实 我觉得它的叙事其实是相当完整的 那最让我敬佩的呢 其实是它的画面就是都捕捉得非常的刚好 然后也不会说有失教或是晃动的问题 那这一点就是我觉得说 在我们自己这边制作影片的时候 就会有出现一点点小问题这样子 所以可以向他们学习 那我在这个会议的时候有学习到蛮多东西了 像是找议题这部分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因为我们以往都是老师帮我们找议题 不然就是我们自己找议题 然后但是都不是说很深入 然后也都是太简单 那我觉得透过这次跟大家交流 我有学到说其实大家就是 就算是一个小议题 但是他们就是可以把它拍得很深入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去的时候 多多跟大家宣导说 其实小议题也可以把它拍得很好 不要因为只是因为一个小议题 然后就觉得我拍不出什么东西 开跑公民新闻平台 每半年举办一次的总编辑会议 让大学传播科系的同学 有机会走出校园 与其他学校传播科系的总编辑相互交流 让学生观点的公民新闻 有更多展现的机会 校园总编辑会议最特别的地方 在于各校会准备一则三分钟的影片进行竞赛 由秦琳以及各校的总编辑共同评分 透过这个过程 大家对于影片制作上的各个细节 进行专业的互动讨论 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今年影片竞赛前三名学校的得奖作品 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是主播简容良 镇进各界的社会事件频传 在各种讯息管道的传播下 不免人性惶惶 而其中原权复原者也因此被污名化 他们努力复建 为了重新回归社会 家属的陪伴 与专业的医疗照护 缺一不可 而真正的良药 是社会的接受度 与友善氛围 带你一起来关心 其实一开始我也是害怕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 刷所交叠 紧张的情绪 时不时在指尖摩擦 言语中透露出面对 突如其来改变的无法招架 与未知的恐惧 尽管已经事隔多年 一谈到 仍旧心有余悸 大家好 我是林泰宇 眼前三十几岁的大男孩 你很难想象 十年前 由于罹患情感情思觉式调症 自发病以来 已经多次进出病房 而随着年纪增长 工作需求 怨然成为生活重担 只不过当初发病的 徐几点尴尬 也造成延误就医 我要求要做 去精神科看医生 可是因为 可能是因为当时的 身份太过于敏感 所以我所要求的 就医这一部分 他们并没有接受我采纳 然后后来 事情就变得越来越严重 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 没有人要帮助我 突发的社会事件 震惊的耸动标题 大众花几秒钟阅读完毕 就此落下误会痕迹 但对花了大半时间 鼓起勇气回归社会的 经常者来说 一颗心悬在那里 担心起自己的身份 是否再度亮起红灯 是不是我又要被 就是大家来 拿放大自己来检视啊 或者是说 我是不是找工作的时候 又要被大家知道说 要是我有这个疾病在 他们又不愿意用我了 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的精神病友 他们如果听到有 这种随机杀人事件 他们自己也会觉得 自己像是个不定时炸弹 听起来会觉得很悲哀啦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很稳定 然后也治疗得很不错 如果就过去的研究发现说 大概我们精神疾病的 病友发生暴力的行为 大概在5%以下 比一般的人发生暴力的状况 还要来得少 不过想也没想过 对一般人糊口饭吃的工作 对经常者来说 是病情好转的重要契机 一开始我们在 内部在评估这个专案的时候 确实有一些考量 但也正如说 因为我们之前 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大致上都OK 如果有一些些 跟预期不太一样 我们再做一些微调 整体来说 他的表现跟我们一般的员工 其实落差不会太大 你跟他们之间的互动 会就是慢慢的 心情会变好 虽然说是工作 会有一些压力在 可是就是因为 可能我觉得宠物是 算是有一种治疗的效果 回归就业 失调漫长道路 家属陪伴 与祝福员的专业辅导 缺一不可 但这条回归之路的长短 仍在于社会的接受氛围 与观念转变 成为复原的最佳良药 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Peple公民新闻报 我是主播郑子怡 新竹著名的口族画家杨淑仪 从小因无牌医生误诊 而患上脑麻 双手无法自主控制 双脚也无法站立 直到11岁那年 淑仪遇见了自己的启蒙老师 同为口族画家的陈美慧 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 如今30年过去 师生已多年未见 但时间并未改变这段情谊 透过影片带您来看两人 坚韧而温暖的诗生情 骑着电动轮椅 悠闲地吹着风 这是杨淑仪每天最快乐的时光 尽管出生不久就患上脑麻 淑仪却造就了非凡的人生 40岁的淑仪 看起来仍像个孩子 但已经是新竹知名的口族画家 琳琅满目的奖项 画作参加国际画展 更有着新竹之光的荣誉 但这一切成就都离不开 她的启蒙老师陈美慧 30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 淑仪在电视上看到同为脑麻 患者的口族画家陈美慧 因为声带受损无法言语 美慧想说的话都要由二姐代为表达 幸运的是 淑仪的右脚非常有力 甚至可以夹起硬币 美慧见她很有潜力 并决定收她为徒 从此 杨家每周驱车 从新竹赶往50公里外的台北 拜师学艺 这一学就是六年 他们就非常有默契 两个人就很高兴 只要孰医来这边 然后美慧老师也会期待 他的学生过来 30年一晃而过 美慧老师已高龄62岁 身体渐渐虚弱 再无法出远门 两人只能靠视讯维持联系 一部长写字的美慧 在纸上一字一句写下 看淑仪成功了 我很高兴了 比我中了一百万 还要高兴 淑仪的成功 是她最骄傲的作品 孰医的回答缓慢而又坚定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尽管距离遥远 两人却始终紧紧相连 未来日子里 淑仪会带着老师的爱 将这段诗生情 永远传承下去 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 Peple公民新闻报 我是主播林博元 全国一万多个 寒冰家庭中 约有一成的爸爸 不知去向 寒冰基金会 成立寒霸和唱团 让他们用歌声 互相鼓励 鱼爸就是其中一员 让我们跟着镜头 一起了解他们 长长的睫毛 圆圆的大眼睛 五岁的鱼鱼 跟着姐姐一起唱个歌 这里是他们一家 温馨的小锅 墙上记录了孩子们 成长的点点滴滴 但比起姐姐们 鱼鱼有一些特别 鱼鱼是罹患 那个失望膜母细胞瘤 也就是俗称的眼癌 就是在眼球里面长 癌细胞 那医生告诉我们说 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把细胞拿掉 所以我们当时就 采纳医生的意见 就直接双眼摘除掉 你看暗暗的 暗暗的 看 我不怕暗 虽然鱼看不到这个世界 但因为家人的陪伴 他依然能自由自在地玩耍 无论是蹦蹦跳跳翻跟斗 还是天马行空的画画时间 鱼爸总是在一旁默默守护 爸爸妈妈跟家人 姐姐都会在他身边陪着他 所以希望他要放手 大胆地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 而不是用眼睛 自从鱼得到这种罕见疾病后 鱼爸将生活的重心放在照顾孩子上 虽然他负责又顾家 但却渐渐变得有些封闭 在鱼妈的鼓励下 他认识了一群特别的人 我们发生事情之后 其实我们变得比较封闭一点 就是也比较不会去跟人家 做很多的接触 爸爸其实算是 有点把自己关在家里面 是只有自己这样子 我知道有韩爸合唱团子的地方 然后我就觉得说 爸爸以前喜欢唱歌 我就鼓励他说 那你就去看看 我们是韩爸合唱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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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夏天 望年之音与韩爸合唱团合作 出了一首单曲 叫做《其实我们都一样》 描述韩冰的病友 想要活着的渴望 我举手就是希望 不仅父母亲的陪伴 也是希望把孩子带出来 虽然他们不一样 可是我希望大众能够 用一样的眼光来看待人 无论是天生与众不同的他们 还是充满正能量的 韩爸合唱团 又或者是曾经伸出元首的你们 其实只要心中有爱 坚强勇敢地面对每一天 我们都是一样的特别 Peple透过校园采访中心的运作 鼓励年轻学生用报道 关心公共议题 以及社会关怀 也希望这样的学习经验 以及公民新闻概念的扎根 可以让更多的学生 未来不论有没有从事新闻相关的行业 都能够不要忘记新闻报道的初衷 Peple Webcast 我们下次见